电转响黄金万两 大家好 我是安装工小米 今天到这边装一个浴室柜 这是街的网单 这个柜子还算比较大 1米5 业主这边收货都没有开箱业货 这个活只能我来了 信号这个台面没有破 这么大的有时候很容易破 今年这款柜子卖的非常的火爆 现在随便借个单子 你看吧 只要是浴室柜都和这个差不多 都是类似这种柜子 去年的话 这柜子刚出来 哎呀 接着这种柜子安装的时候老头疼了 感觉这柜子不太好装 厂家带了脚筏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之前放水的拆掉 拆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脚筏 这个脚筏这么缠的话就很失败了 所以说我们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一下 即使不换的话也要检查一下 它的那个 四口上生料袋全部都顶出来了 像咱们自己缠生料袋的时候就缠成这个锥形的 下边粗 上边窄 这个时候你拧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啊 越拧越紧 越拧越紧 然后拧个四到五圈就可以了 这是我缠好的 然后我再把它拆下来 拆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四口 是个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几乎是全部都有生料袋 没有退的痕迹 看完以后 我们再重新上的时候 我们再压个三到四圈 再重新拧一下就可以了 这些小细节 我们一定要注意起来 之前抓过好多像这种柜子都是吊柜 可能呢 由于这个柜子比较长吧 一米五 所以厂家设计了两条腿 前面给他加两条腿 后边呢 还是固定螺丝打到墙上 这个柜子它虽然一米五 但是 这种落地 落地 带落地的 这是 还是比吊柜好安装一点 客户这边量尺寸的时候 可能出现失误了 差了十公分 本来这个墙与墙之间的距离是一米六 他买了一米五 那边差了十公分 由于它这个地是有坡度的 所以它那个柜腿可以调节的 嗯 套墙以后 我们调的与磁砖缝隙平行就可以了 这个普通磁砖打孔比较好打 然后里面里面墙体是那种空心砖 所以我们连螺丝的时候是完全无压力 都不用上套筒 柜体装好以后 我们做点基础工作 就是把前面这个小粗铁拆掉 方便我们一会儿接上下水 松边把所有的拉手呢 给它吊个个儿 都装到外边来 台面装上去的时候不好抠了 就不好 那个门不好开了 旁边的阿姨说 哎呀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 都能吃下这个苦 我的回答是 那没好好读素 那再不吃苦就废了 有趣的是 阿姨还以为我二十几岁 二十多岁 还没有结婚 还带个女朋友来到这干活 摄影师是不是很尴尬 哈哈哈 这几天的腰伤 哎呀 痒痒的感觉好多了 这这这这给我整成两套 这柜子又废了 我的粉丝兄弟 哎呀 真是沙费苦心啊 知道我有点腰疼 还特意给我快递发过来一个膏药 我还没贴呢 最近也比较注意这个啊 腰伤 然后就是干 发力的时候都在注意 所以这一段时间 养的还可以 我们接下水这个位置啊 记得一定要打点胶 就在四口上 胶圈上打点玻璃胶 这个是万无一丝 它以后拆是没有问题的 它不会把这个粘死 玻璃胶粘不死 这个方法屡丝不爽 不管是漏不漏水 都给它来点 这个下水管我也没有切 这个高度可以 哎 没问题 我们再装这个就是 重力锤 装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不要装到那个管子的底部 那样的话 它效果就不太好 一定装在底部偏上一点 就地取材 随机应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像这个一米五的大镜柜 然后它是装了机智能镜的 线全部都接好了 这个就 有这个泡沫的话 我就不拆镜子了 直接上 这个泡沫的话 一般这个大镜柜的箱子里面它都有 随便找几片秤起来 呃 车到我们合适的高度 呃 直接就做标记 打孔 安装 不过 如果不平的话 我们再找一点不就薄的 呃 纸箱子呢 什么呢 然后再秤一下 尽量给它调平了 这个柜子 我画孔的时候 我才发现 厂家只开了两个孔 上边只开了两个孔 下边是它忘了呀 还是 留着给我开呀 那没有办法啦 只能这样开了 直接连柜铁在磁砖一起打 这样直接打的话 方便快捷 省事 不要再折腾这个柜子了 搬上来搬下去的 飞机 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帐管 呃 给它砸深一点 要不然的话太浅了 四颗螺丝全部搞定 呃 阿姨的儿子还特意嘱咐我 阿姨一定要把这个灯线给接上 这个小菜一顿嘛 只不过是要在柜子上给它开两口 把这个线从上边再给它引下来 其实像这个安装的时候 呃 只要它是有凳的 全部都要给它接 因为当时都要进行一下思量 你当时不是的话 后期出了问题 它会 呃 找你的麻烦 这个进柜的安装高度呢 整体来说是 呃 稍微偏低一点 这样直观的看效果不是太好 但是 主要考虑实用 这个大娘的身高 考虑到身高的问题也只能装在这里了 如果正常的话 可能再提个五公分左右吧 打玻璃胶的时候 像这个挡水条 只要我们 点几个点就可以了 这个没必要打太多 因为后期如果要拆的话 那可拆不掉了 想完整的拆下来 打太多的胶石拆不下 如果打几点的话 它拆的时候 它刀子可以割得到 可以割得开 然后我们封边的时候可以打满这个 打多一点 无所谓 现在四水一切正常的话 我们把这个抽屉装上去 就可以收工了 这个活就算完活了 巧了 它家还有一个花笋 单子也在我这里 双边两个一起装 这个柜子直观的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不知道它用几年以后会是个什么结果 镜子太大会不会掉 台盘会不会脱落 等等问题 好了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拜拜